那我們說盧貝松導演作品 他其實過去很常都會有 女殺手 女英雄這樣子的角色 燕拓可不可以幫我們回顧一下 他過去的作品 好 我想盧貝松對臺灣觀眾而言 應該算是相對熟悉的一個導演 那這位法國導演 他已經拍電影 他已經拍了三十年了 那麼這三十年來 他也有點像是 他一首建立起的 法國比較近期的 可以拍出商業 比較有商業魅力的那種 有點像法國的好萊塢 王國是他一首打造出來的 那麼在他的整個創作的 尤其是比較前面的那十五年 就是大約八零年代九零年代 那時候 其實盧貝松他拍的片子 雖然他有一個特色 就是他的電影都很好看 都是很有商業魅力的 可能都是類型電影 但是他也同時 他都有非常強烈的 他個人的風格 譬如像是霹靂薩拉 像是臺灣觀眾很熟悉的終極追殺令 那樣子 對 那麼我想他還有另外一個特色 就是盧貝松 你如果去看他的拍片的 那個資料 你就會發現他是一個不斷地想要挑戰 很不一樣的題材的導演 所以他拍過黑道殺手片 他拍過歷史戰爭實施片 他拍過科幻片 甚至他後來也連續倒了幾部動畫片 那麼他的這種不斷想要挑戰不一樣的題材 的這一個習慣 我覺得其實多少有一點李安的那種味道 那再回過頭來說 就像剛剛凱因提到的 其實盧貝松他的電影裡面都有個特色 就是他的女主角都會非常的出色 那包括譬如像霹靂薩的女主角 就是個女殺手 譬如像終極追殺令裡面那個一名驚人的小女生 像娜塔利波曼到了現在還已經是奧斯卡影后了 對 那也包括像蜜拉喬阿維奇演他的第五元素 跟聖魚貞德 那一部是演一個女外星人 另外一部是演一個有點歇斯底里的 那個革命英雄這樣子 那在這些電影裡面都這些女性角色 我覺得盧貝松 你可以看得出來 他對這種純真又強大的女性力量的著迷 那這些女性他們都是他們可能都有一個 也許是很悲慘的 或者是一個很混亂的過去 那他們在這個故事裡面 他就得到了一個重生的機會 然後也許是成為一個英雄 也許是成為一個解救一切的 解救世界的解答等等 那麼來到露西呢 的確也可以看得到很明顯 這是一部完全幾乎是由女主角挑起 百分之六七十的戲份的電影 那露西這個女主角呢 也一樣 他有一個 他的一個成長過程 那但是 他雖然也是某種程度上的女英雄 可是我覺得他跟前面的 盧貝松電影的女主角裡面不一樣的點 是在於前面那些女英雄 他們是拯救別人或者是帶領別人 他們是一個跟世界其他群體互動的一個概念 可是呢 在露西裡面這個女主角 他比較像是他在挖掘自己的內在 他在瞭解自己 自己身為一個人的存在本質 他在探索知識的最最頂端的那一個 那個高度 那所以他比較像是一個對內在的一個挖掘的一個過程 我覺得還蠻明顯的可以感覺到的是 我在看露西的時候 其實的確他裡面在敘事上 尤其一些懸疑的或是黑幫的敘事 其實還蠻還蠻典型的 盧貝松的那種老派的敘事 但是整個故事其實看起來 我覺得他是很有活力的 我覺得對盧貝松而言 也許他真的是拿到一個 這十年來他所拿到 他覺得最有最有可塑性 或者是最最新鮮的一個題材 所以他整個拍的其實是非常的引人入勝 甚至就連很很標準的那種飛車追逐的戲 我都覺得他拍的很有精神 所以我覺得有一點 我覺得蠻有趣的是 這部片的片名叫做露西 是這個女主角的名字 那當然在電影裡面 他是想要去 他有一部分是要去指涉 譬如說那個人類我們挖出來那個化石 有一個三百二十萬年前曾經存在的 那個人類的始祖 那個人緣叫做露西 那但是另一方面 我覺得一定也不能忽略一點 是露西這個名字 L-U-C-Y 你如果把Y拿掉 L-U-C其實就是盧貝松的 他自己的名字 所以如果把露西這個故事視為 是他自己的自我內在探求 以及對於自己存在跟創作的目的的 一個終極的解答 我覺得也未嘗不可 盧貝松導演在二十年前 是受到電影公司制約 來到臺北宣傳第五元素 因為他那時候就決定說 他要拍一部在臺北拍一部電影 那現在終於成真了 我們也發現說在露西裡面 把臺北的場景拍得非常的美麗 非常的這個國際城市的這個魅力 所以燕拓可以幫我們講一下 就是有裡面有哪些場景 我想沒錯 大家不管是臺灣 尤其是臺北的觀眾 去看露西一定都會有非常強大的親切感 而且又會有很驚喜的感覺 那裡面包括當然最最重要的 你在預告片裡面 就看得到 他光是臺北一零一 他就有一個從 那不知道是不是從象山拍下去的 那個一個遠景 總之你可以看得到整個 包括白天的時候 那個很藍天白雲很遼闊的那個遠景 包括晚上的時候 整個信義區的夜景 或者是他用縮時攝影去拍那個 那個雲流 還有日出日落的那個感覺 那個畫面我覺得真的在 在戲院的大螢幕看到 我們很熟悉的風景 可是用那麼漂亮的畫面呈現 那個真的很過癮 那除了內幕之外 當然還有像是桃園機場的賞店街 像是三種在那個丁州路上的 那個三種院區 那也包括像是永樂市場等等的 這一些臺北市民很熟悉的一些 不管是很國際化的 或者是很庶民化的地方 其實在電影裡面 都佔了非常重要的場景的戲份 那我會覺得之前大家會有猶豫說 在電影裡面 他對於臺北這個城市 究竟是美化呢 還是說是把它呈現成一個 一個比較犯罪猖獗還是什麼的地方 但我覺得無論 其實不管是任何的城市 他都有很多的面貌 你在電影裡面看到紐約 可能出現十次 可能有七次都是在強調 紐約各處的那種犯罪的犯罪現場等等 但是你在一部享譽國際的電影裡面 可以看得到臺北被用一個 很美麗的方式呈現 我相信這無論如何 對於我們的你要說觀光也好啦 你要說大家對這個國家或這個城市的知名度也好 我相信都一定是一件好事情 雖然它看似是一個科幻冒險故事 但是到後面其實它真正想要呈現的是 就是關於譬如人類的起源啦 或者是生命存在的意義啦 或者是細胞的生存追求是什麼 甚至是歷史甚至是時間等等的 這些還蠻哲學性的一個東西 我相信 因為沒有似在裡面 在身邊沒有那個 你爸爸知道 其話 講完了 我可以改善 我可以改善 這件被mäß